王爹你可以听到了吗 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哎张熙我咋能把这个旁边这个东西 哦弄出来了弄出来了 现在看着 哎你又画 哎我真是张熙 你真的在大晚上你给我画一个红唇烈焰 我真的是烈焰红唇 我真的是饶不了你 我跟你说 王爹 你是要真的把这个当成主页吃饭吗 大姐 哈哈 当你有一个心机表好友的时候 你就只能加倍心机表 你知道吗 王爹你就是像那个 就是那个韩国的 来自星星的你那个明星似的 哎你帮我的粉服的薄一点哦 我就是裸妆 我就是裸妆 王爹你每次都走这个讨论 所以我也只能给你走下一条啊 能不能够的淳朴一点啊 等一下我插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啥 等一下 你现在还能够了 哦能看到你完美 能听见我说清楚不 哦清楚的清楚的 哦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我的这个这个那个 电脑太老了 所以它收音不太好 所以我那个啥 以后每次录的时候 我就准备朝这个这个 这个麦克风里面说话 这样能对我稍微清晰一点 哎为啥你的这个电脑 就质量这么好呢 哦因为王爹 我是疫情之前买了个电脑 就是之前的电脑已经拉了 哎 当时我跟你说我手机坏了 就坏的已经就是一塌糊涂的 我现在用了一个就是 N早以前的一个特别 特别那啥的一个手机 彻底坏了已经 哦那那你等那个啥的时候 你看有没有活动呀 就各家 比如说什么 就咋 咋能送一个的那种 还有这样的活动呢 你是否亲我这种 不上街购物的人 我完全不知道 还有这种免费送手机的活动呢 哦当然就肯定 那跟什么签约也啥之类的 然后就说未来多长时间 都用回家服务那种的 哦好吧好吧 我明白你一次了 咋能写 我让你懂得签约级 哎张欣你看我这个那个啥 这点眼袋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黑眼叫啥 黑眼袋 还有这个黑眼 黑眼圈 特别的那个啥 特别的那个严重 因为每天 这天不是又开始写书了吧 前段时间你不是催我写书吗 哎你现在是 你现在小时候还写的吧 当时不写了 自从我开始催你了以后 我就先写了写 哎我鄙视你 你能行不啊 哦对我没跟你说一件事 就是那个啥 我不是我现在不是做那个 就是书军嘛 然后我从6月1号开始 要去上那个啥了 树立统计培训班 真的假的脏心 我真的忘记啊 这是我那个最后一个 就是可以轻松的那个啥了 周末 所以我最近就是停止了 所有的东西 就是为了想在那个上课之前 就轻松一下 那你以后还能够录这个不了 哦能录能录的 但是我就是变成 应该会变成非常忙 它是一个每周要投入 20个小时的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 培训班 集训班 真的假的 你给我说说是啥东西 啥 就是你的工作上的要求是吧 其实也不是 就是我学的是 就是市场分析 然后就到我们部门了 然后我们部门 现在就不光想做市场分析 想做公司里面 所有数据的分析 这样的话 就过去的东西就不够用了 然后就是你知道 在美国现在有个 特别火 就叫data science 就是那个数据分析嘛 大数据 然后我就决定去学这个 他就是那个大数据培训班 你就成科学家了是吧 以后 哦 王卓 你知道吗 我的master本来就是science 呀 等会 我等会 我想哦一下 不是不是 哎 张希 你跟我好好 就跟我讲讲你的这个 职业的这个发展 是咋演变成 就现在就这么 科理工科了 你不是跟我明明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吗 你是咋回事了 你是 咋走 我觉得 哎 我觉得 咱们这次就聊这个话题吧 我觉得这个话题 特别特别可聊你知道吗 哦 行 那就顺着这个话题留下去吧 对对对 哎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就是你学英语专业 其实跟你未来要干的这件事 就干什么工作 并不一定完全想过 或者很有可能根本不想过 张希能不能就直白的说 没有屁关系啊 哈哈哈 张希 我跟你说 就是你见过哪 就有多少人学英语的 最后真的出来 就是干了一个工作 是跟英语有关系的 当然有可能都会运用到这个能力啊 但并不是跟这个英语 这个语言本身 就是有太大的关系 你懂意思吧 就直接的 就比如说教课 但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 大多数人学英语 毕业以后 好像就干了别的事情 反正 或者就比如说 你学了个A转业 但其实你干的是B事情 你知道吧 对 我觉得你说非常对 反正我仔细活跃一下 咱们班同学 咱们班 比如说30个人 差不多30个人 我感觉好像 就是差不多 只有20%的人 真的干了跟英语专业相关的 现在所有人 基本上都转好了 那那那 诶 早上 那你这 早上就直接就给我打脸了呢 我刚才明明说 大多数人 你就说 30个人 其实20个人干了 很英语专业 不是 20% 20% 吓死我了 我还没说 30个人 里面 20个人 干了很英语 有关系的 没有 完全 完全是 那个 你说的对 只有20%人 干了 跟职业相关的 甚至80%人 都并没有 干了 跟自己的 那个 大学 本科专业相关的 你觉得你现在干的工作 是你当初 就是 是你个人喜欢的工作不 我觉得我干的工作 是我喜欢的 说说说 但是我觉得 王女儿 你最懂我了 你给我的总结的道路 就是那个 Beat the round Beat the round 就绕圈子 绕圈子 对对对 你对我这个职业 这个发展的 这个总结特别好 我觉得我就是 绕了很多很多 我就知道 我肯定是 跟商科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就 但是你知道 咱们大学 都没考好吗 就只能念英语专业 然后毕业了以后 就是宁去银行上班 然后当然去银行的时候 就因为随便看了一本书 就说银行是所有经济的中心 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掌握经济的命卖 然后就那个啥 就宁去了银行上班 结果去了 就在潜台部 在汇台部 真的你就觉得 存款和取款 跟经济的命卖 有啥关系 你知道吗 然后就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 disappointed 跟在那个书上 看见的那个 完全不一样 然后对这个 特别特别失望 然后就辞职了 然后辞职了之后呢 就去北京工作了 然后但是 我觉得内大的学历 如果出了省 说实话 咱们并不是真的 那种名校 就是没有学历 你就直接说 没学历就行了 相当于没有学历 你知道吧 对 尤其出了省以后 然后就也找不到 特别合适的工作 然后就开始在银行里面做销售 然后干了一段时间 觉得压力特别大 你知道年轻人干销售 为你特别有恒心 特别有毅力啊 然后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心理成热能力特别好 否则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 可能前期都挺受挫的 我当然 干销售特别辛苦 我真的是特别辛苦 对对对对 然后你完了就懂 然后我就又跳槽了 然后呢 那个也是做销售 但是那个 就是相对轻松很多 但你就觉得 生活有没有挑战 然后这你就都知道了 然后就是一直就非要来出火 然后就来了美国 然后憋了一夜以后 憋了以后 其实我被我们公司招进去 就是做翻译的 就是专门帮别人 把英文文件翻译成中文 而且还不是我翻译 只是我把这个东西 发给翻译 然后翻译翻了 然后再给交对一下 对的 这个现在这个公司 对吧 对对 其实就相当于 你在现在这个公司里面 是不是至少换了 三个不同的职位 还是两个不同的职位 哦你说对了 好多的吧 对我差不多在这个 我这辈子没在一个公司 干过五年啊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干五年 然后进去了 先干翻译 然后你知道这个职位 就没有前途呀 你在一个美国的公司 你就是干翻译 你说有多少个美国公司 需要翻译 而且还不是你直翻译 一直给别人交对 然后我就想 就是应该闹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 我就后来那个 就转到了 就是做网站的文化 然后就专门做网站 但其实我是不会 不会写那个 写程序的 所以就 对对对 所以就只是用别人建好的 那个叫template 你在别人template上面改一改 然后 网板 网板 对 然后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又觉得 你知道这个也不是一个长久之期啊 因为你又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就是developer 就是你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然后我就又换了 换到我现在的这个组 我现在这个组就是专门做网站数据分析的 最开始我们组是做网站数据分析 然后现在不断不断的扩张 然后就开始做公司所有数据分析啊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职位的英文的那个全称是啥呀 我们现在叫senior business analyst 你现在就是senior business analyst 对 就你现在都senior了都已经 哦对 你现在就是我如果现在去芝加哥找你就是敲开这个门 是否他们要把我引进一个办公室里面是你的办公室 这样的感觉 哦完全没有呀 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个现在公司都要求叫什么扁平式业务嘛 所以我们扁平式业务就是我们办 我们这层楼里面只有那个相当于CMO的那个人有一个办公室 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个report有一个办公室 然后就所有人都是在一层办公室 啥叫CMO啊张希 CMO就是那个chief marketing officer 哦哦 哎好吧张希 哎你怎么干的工都去这么高大上了呢 哎不是我想不是张希 我想说你就把你这个这个职业的这个过程 你就没有给他真实的说出来 你就点了那几个亮点 你怎么不说说就是 你知道咱们走一路一路走来都是多么不容易 咱你不是还曾经在那个小浩子卖过衣服 你知道吧 就这种悲伤的那种历史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职业道路都是很曲折的 就是没有经历过那曲折 也走不到现在这个道路你知道吧 哦王正我觉得你说的对呢 哎王正我觉得这个你 我觉得你应该先说一下这个 就是我只是先简单介绍了一下吧 然后你先说一下吧 我觉得你就先说一下 因为你也是跨职业了吧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 跨专业工作让你觉得就是最难的地方是啥呢 哦张希 你干了后你大学完全不想干 我跟你说张希 因为我的这个那个过程就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工作过 就我之前就是有就是来美国有第一份工作之前 我在国内是没有工作过的 所以呢 我我这年不是在写那本书吗 这样就写那个留学日记那个新版 我在写的时候 我这又回过过来 因为你想我当时写的都好几年前了 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现在再回想起来 我当时真的就是 来到美国以后 本来就已经跨专业了 就是本来就就人家就是我的同学都是那种 就是要么就社工本科 要么就是心理学本科 要么就是跟心理学有关的本科 你知道 就他们都来了硕士以后 就已经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了 我来这就像一个小白一样 就是完全人讲的专业说完全听不懂 你知道吗 而且都是用英语听更听不懂 然后再加上 毕业以后 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作 就别人都已经有超 你知道美国人他们都是那种 本科就出去打工 你知道这种研究生都是那种 性格出众 性格出众 对出众就开始打工 就每个人就职场精力就丰富的不行啊 所以我就是转专业 加第一次工作 加还用英语跟美国人搞在一起 你知道就是每一天都是无比的受挫 每一天都是质疑说 是不是走错路了 是不是走错路了 真的是特别的崩溃 黄泽 我觉得有一件事你必须得讲一讲啊 就是那个 我到现在都记得 因为当时大家狂打电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从未工作过 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竟然要做一个心理咨询师 然后呢 你们公众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牛的男的心理咨询师 大胡子 对对对 黄泽沙表说了 先说一下 退回到那一天 你第二天就要全世界第一天上班了 还要一样做 爱藏心 爱藏心你知道我之前写书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有几个特别好的例子 我现在能回想起来 但我不知道为啥没放在书里 我现在就用嘴就说出来了 我也不打算再放书里了 因为我太懒了 我跟你说藏心 这件事我不知道跟你说没说过 当时是刚进这个职位对吧 就刚进这个大胡子要去印度传教了 所以呢他就剩大概七八周了 他就七八周的时间再一个 哎 也没有七八周 大概五六周的时间 反正周多于四周 他带着我 然后让我去就是接他剩下的客户 你知道吧 大概是第一次吧 第二次是我们要在一个学校 去跟一个学校的老师 那个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那个学校的校长 加那个学生的父母开会 然后呢 加上大胡子 加上我 然后当时你知道这个 当时你知道我还是开车 去到那个客户的家里面 那个上班嘛 所以呢我当时就要开到学校 大清早你知道 就是美国的学校 都是居早就开去了 美国学校都是七点多 他们就开始上课了你知道 所以我们那个会议 安排到七点整 然后我家那会住在 我不知道那会跟乔姨他爸 他们家住在一起 真的是从六点整 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 路况又不熟 我开开开开开开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拐弯的地方 我当时我的手机 是一个克兰的手机的 他那个GPS 就没有及时定位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就马上就要开了 我说这到底应该 左转还是右转呢 然后就说 就是凭自己当时 看那个地图的印象吧 我说那就右转了 当时我跟你说 越开越偏僻 越开越偏僻 眼看的都快到点了 我发现 就绝对是开错了你知道吧 我又从很远的 这个偏僻的地方 又退回到转的地方 又左转 然后当我去了的时候 当时那个会议 本来是七点开 我当时七点二十才到的 就我 然后急匆匆的 满头大汗 又是一个新手你知道吧 我推开那个会议大门 所有的人这样 其他人看着我 然后当时我真的 就是一秒钟这样 钻到地洞里面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假装 镇定自若的 进来以后 坐在大伙子旁边 我都没敢就是 还什么开包拿东西 这样吧 我就坐下去以后 包都在放呢 然后我就正 然后大家说 好那么接着开会啊 我就全程都这样 完全没动 知道吗 我都不敢拿出来 都记笔金 我怕就怕已经有声响 因为已经造成 很大的声响了 最后会议开完了以后 咱们其实 大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大伙子跟我说 你为啥来晚了 我说哎对不起啊 真的是因为那个 你知道因为我们是代表 这个来访者来这儿 跟学校的这帮人 需要老师给你开 就是人空出来这么多时间 就给你们开会呢 然后我还给他来晚了 然后呢 他说你为啥来晚了 我说哎呀 我真的是因为那个手机 那个病 为什么烂七八 我说手机太旧了 然后大伙子说 你早应该就换一个新手机的 然后他就走了 你知道吗 他就真的就开车 就扬长而去就走了 我当时啊 我真的是满头回来狂苦 真的狂 我跟你说过这件事呗 我当时就那个周 估计当时的事太多了 每天都是经历的 每天真的这个自尊心 你对自己的所有的自我认知 你对就是 你有一点点的颜面 都已经就是刮的 已经没有了 然后那个周末 就赶快就去买个新手机 这种事可多呢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事情 真的就是 而大哭着回家受挫 然后每天晚上都觉得 就第二天没亮 去再见人了 你知道吗 然后在第二天 就是强诚着微笑 在去见人 那到底是 比如说你知道这种事儿 闹完了回去了之后 一次两次三次了之后 你会不会就想说 说也许我可能不太适合当资讯师 或者起码就是在美国 拿英语当资讯师 这简直不可能 你知道吧 那到底是啥 把你又给闹起来了 然后又继续去了呢 那张希真的就是乔西 真的我这没跟 我给你每个 就是没有乔西 我现在死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咱怎么没乔西 有我没有乔西 全然都是天天打电话 你还讲 张希你是不是又说重色情有啊 不是咱俩老说重色情有 对对 还有你的张希 我那天是 我那会上班的时候 你是来了美国了 还是还在国内呢 我就记得有段时间 咱俩也是疯狂的 就是 哦 我 熬夜 熬夜就是 对 就是 就是时间颠倒的 时间颠倒的 每天打电话 我在那个啥 我在申请学校 对对对 哦 哦 张希我完全记得 我还记得就是 我刚把你查证 那个申请结果的时候 我 我从公司出来 我说张希你被录取了 然后你当时还不知道 这是后话 张希就是你跟张 就那个 你跟那个乔西两个人 就是每天 因为 因为乔西那个老公说一句话 他 而且你也那会老公说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就是跟别人比 就我要拿自己跟自己比 你知道吧 我 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 特别爱跟别人比的人 就我以前的那个自尊心 啊 犹豫感 都来自于说 啊 你看 英语学夺牛 都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 就觉得自己肯牛了吗 但是来到美国以后 你跟俩美国人比英语牛 你说我什么疯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 我本来有的一切 已经被移为屏蔽了 然后呢 不但屏了 还在沟里的那种感觉 就只能从沟里面 慢慢再爬出来的感觉 所以就只能 就不能跟他们比 然后就只能跟自己比 每天就是说 好 这个周的感觉 是不是比上个周 稍微好一点 就比如上个周 被打击了十次 这个周 是不是只被打击了八次 这就已经是知足了 就是那个 我觉得 就是非常合预期的 那种心理期待值 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 每天受挫 真的每天受挫 我特别想问你个问题啊 因为我和你走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路 你知道吧 给我讲讲 咱俩完全不一样 因为咱俩性格不一样 对 然后我就是那个 beat around 故事 然后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代表很多人啊 因为我们在 我觉得中国最确实的一点 最确实的一点 就是我们从未工作过 在你离开校门之前 你懂我 你懂我 金字塔里面的 真的 金字塔 然后那个啥 也没有出去 就是给别人 踏过车呀 骑过厕所 我真的不开玩笑 就是我们之前 有一个实习生 他父亲 是我们国家的CTO 然后那个 就是真的很有他爸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那你他现在十七岁吧 十八岁 然后我说那你平时 你是不是这是你第一次实习啊 然后他说不是啊 我说那你之前干过啥 他说我从十四岁就出去赚钱了 我说那你都干啥 他说比如洗厕所呀 擦车呀 做销售呀 就这些人都干过这 哪怕家庭特别好的这种孩子 都干过这个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 就是他们在真正工作之前 他们的那些自尊心 就已经都打完了 你知道吧 哦对对 说对了 而且他们真的尝试过特别多东西 他们选的东西 就是他们自己知道 我感兴趣 我喜欢 而且他们又有很多英特 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 王娟 那你说像我们这种 一天都没工作过的人 我走那个beat around故事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没错 就是肯定就是要各种瞎挥着剑 然后进去找 那你也一天都没工作过 你为啥就觉得 这个心理自学适合你 是你想学的呢 哎不是 张希我跟你说 因为我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就是 我不能忍受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我就是 第一我是一个不能装 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你知道呢 这个我跟你说过 就是在那个 我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哦对 我那时候不是保研了吗 对吧 就是本科毕业 不是保到研究生 然后保研的那段时间 大四或者就是 大四必然业那块 不是我就没事干了啊 就整个大四一年 就别人在 凤凰的准备考研的时候 我就基本没啥事干了 然后我那会就变得很空虚 我就不知道该干啥了 我干了两件事情了 第一件事不是进了 那个一点字幕组 就是翻天眼了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就说 哎要不然去那个 当时 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 当时每天也是迷茫说 哎我这辈子要干嘛的 就也是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但是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学英语专业的 第一当老师 我妈是老师 所以我这辈子不想当老师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呢 就是做翻译呗 对吧 然后当时每天不是看说 哇这个什么 国家那个领导人 旁边做的那口译 然后或者同声传译 觉得潇洒的 我那会就觉得说 哎那我就当翻译啊 但当时对翻译这行业 完全不了解 就就几倍自己想嘛 然后我不是就去那个 内蒙古政府 就去做那个翻译 办公工作室里面 当时不是还翻译 那个成绩四汉法典 然后呢 我当时翻完译以后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完全不喜欢 因为你知道 就是一个很机械的一个工作 第一很机械 就没有创造力 第二呢 就是你就是个鹦鹉学舍 第三就是 翻译这个东西 是没有一个 那这就好吧 这个这个真的是 我自己对翻译的能力 不行啊 就是我觉得 翻译这个东西 是没有一个边缘的 就是你你你觉得 你翻的好了 对吧 就觉得已经特别好了 但是哇 你看到另外一个人 翻的比较更好 就更有神韵 然后另外一个说 哎更有神韵 就是就是 你永远都觉得 好像没有一个边际 就是可以探索的能够 感觉 然后反正当时就不太 然后第二就是 当时虽然我是一个实习生 但是也就假装 跟人家在办公室里 坐了几天你知道吧 我就第一次体会到了 那种办公室政治 当时我这样的人 真的办公室政治 真的第一天就死了 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 我觉得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 就专门拿出来说一次 我现在 咱们能不能专门拿出来 说一记办公室政治 我这样性格的人 我现在说到办公室政治 这五个字 我的头发就已经立起来了 你知道我这辈子不可以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 就是 刚才干 当时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或者过了一个某节 就整个办公室的人要去敬酒 不是要去敬酒 就是要去吃那个酒 饭店吃饭 然后所有的这个员工呢 都要去给那个就是那个翻译室的那个那个部长 什么使长什么敬酒 就大家每个人站起来说啊祝您 什么之类的 当时我全程就是坐在这块 就是弄这个弄了一个菜 然后弄了筷子 然后筷子我捏断了 就像我啥时候能离开这个地方 就敬酒 我包括到现在就如果要是我因为就之前我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 我都是就是对长辈敬酒这个这个事情我完全做不出来 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假 真的假的我已经就是皮肤都已经就是裂掉下来了做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这个东西绝对不适合我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一个不能干一件我不喜欢干的事情 或者不能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或者一个我不喜欢的朋友在 我是一个完全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呢 当时我是啥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心理咨询的 哦其实我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心理咨询 但是我只知道我想干一个就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你知道这个这个这个概念也是很宽泛的吧 我觉得太宽泛了 特别宽泛 所以当时我在那个网上就开始搜就是我在百度里搜 我说什么专业或者什么职业是可以帮助到他人的 然后出了一个列表什么医生什么这那之类的 有一个就是社工当时那个年代我知道我当时生前那年 我说社工什么东西一搜进去说社会工作 我说社会工作我的概念也是说是不是局委会大妈 然后做我一搜以后我就搜到当时有个论坛叫寄托天下你知道 然后就有一个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帖子讲的是美国的社会工作的专业什么样子的 这个人后来是我去到那个社工院读的时候他也在社工院是我的学长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哇他那帖子就你写的就特别崇拜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那帖子就特别有帮助因为就让我可以了解说 哦原来社工的专业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当时才慢慢慢慢找找的嘛 然后后继续实习之类的 就是我在没来美国之前你干过呗就是你真的了解社工是啥 你有没有担心比如说你就一脚踩你这个专业万一不喜欢咋办呢 当时我跟你说我当时干的所有的关于社工有关的东西引号有关的东西都是因为要为要为美国申请 你知道申请你写简历肯定不可能就是哗一下简历拉出来一个个是根本没有根本你知道吧 我真的当时因为我知道我要申请了我必须得找一个东西跟这有关的 所以我才去做了什么去一个医院什么做那个 而且觉得那个医院叫什么忘了哪个北京的某一个医院做那个什么 呃医疗社工啊或者去什么那个奥运会当志愿者啊 假装是跟这个社工就这个帮助人这里稍微有一点贴近的 但绝对不是就是没有做过在像美国这样意义上的收社工的工作 真没做过在国内真没做过 所以我来了真的是白纸一张就是乱学了 那王庄那我可以说就是你没有beat around的不是有两点 第一就是你肯定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工作了 而且你是朝着自己性格的方向去探索 第二点就是其实你是幸运的呢 哦我真的我真的是幸运的我真幸运的 我真的是因为就是我就是一个做事情之前 必须就是调研做的特别详细就非常疯狂的了解 了解以后就基于我的知识以后 我要去做一个决定的话 我绝对就是做到底 就是到时候就是 他说呢就算如果要是发现不喜欢 因为你想当时我当时学翻译 是我没有对翻译了解过 我就以为自己喜欢翻译 你知道吗 我这不就直接上了表吧就学了翻译 我非常懂 对然后学了以后这不就这不就立马自己知道错了吗 这个立马就知道后悔了 然后立马我才推着学走 对但是张欣那你的性格就是你你为啥就非要绕 beaterrun不是绕圈子对吧你为啥绕圈子呢就是张欣 我的张欣 我是你这辈子认识的最能避兴那个beaterrun不是的人 就是你做事情的绕圈子我也真的是你这辈子你你什么是就是张欣 咋来就这样说吧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至少打过我觉得有800次是你跟我说王娟我找到我这辈子的认识 我给你举起例子啊就比如说你跟我说你要开餐馆而不过这也的确是那个弄了弄了那段时间对吧 然后我还记得你当时跟我说你要给我开一个餐馆是什么就是给情侣的二人酌的就是而且是要限制人不能所有的人都进来必须是空过那个弄过然后呢你当时还弄过那个哎就前段时间不是还要帮那个那个非洲人民教那妇女们那个你知道教他们闹闹包然后闹到就你你真的是 但是这样是你要闹教育对吧就是就是你老是闹这种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时你弄啥我都支持你啊这个真支持你但是我只很好奇就你跟他绕圈子的 你要干啥你就干嘛 哎王娟我觉得吧这个这个咱俩就是性格的那个啥就是咱俩最开始选择第一个坑呢都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会喜欢你跳进去了我就跳进你好了你就跳进翻译了对对对对 然后呢再之后呢就因为你你非常擅长做的调研啊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这两个 跟我老公特别像就是他比如买一个东西会研究半年然后再买所以他没买的一个东西就特别好然后我每次都说啊这东西太好了不许买吧后来就再用啊就是因为就是真的就是没做调研 然后就比如说我这个新的电脑真的就是冲进去直接买了一个打折的然后回来就天天怀 天天怀天天怀就是各种各种上网掉下然后我觉得当我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我只知道我喜欢经济 然后但是经济这东西也是特别太广了实在 然后呢金融不行了之后就开始买呗 然后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换 然后在换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哎就非常非常接近了 然后又觉得啊不是非常非常接近了又觉得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我现在如果如果以我现在形态回看过去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非常接近了而不是 而是那种就是我没有像你那样坚持到底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啊就是在你刚刚做那段时间都都其实挺痛苦的 就是你刚刚进去生活你会像现在这么享受吗 哦绝对不是每天都快死了已经绝对是每天死 对而且特别没有成就感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像时下的很多年轻人啊 就是那个先上去一份工作说啊我太太爱了 就是忙着找到我人生物了 然后干了两年说这啥呀真的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就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是没有在那个点上坚持下去 然后我就觉得会很痛苦 哎不是那张希你觉得如果要是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就是如果你要是说哎现在你又从内大毕业了你知道吧 就让你再把过去之前从走一边你觉得你会选择变化呢啊 你是不是还会其实就这条路还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就虽然有就是我就是我我是咋看的我就觉得 不管你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不管你是坚持还没坚持 你绝不觉得其实你从每一个经历上都学到东西了 就如果没有没有过去的那些绕的弯路你也不会走到现在呀我觉得 所以没有对错你知道我觉得就是适合自己的 哦我觉得是没有对错但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了我觉得我会比现在做的更好 因为因为就是你把那么多年的精力都深挖在那个地方了 你肯定会在现有比现有的技术上要做的好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份工作我跟你说我第一天上班跟你第一天上班一模一样 而且其实就是我每次特别绕我现在又绕回了金融行业 我从金融行业出去的一天就说我这辈子也不干净 我就搞不懂这个行业 然后我现在又绕回来了而且还在这个公司干了五年 然后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你知道金融行业的人都特别严肃 然后就那个就是闹的特别就是闹的特别正经的那种的 然后本来你到一个美国的公司别人就都特别正经又特别严肃 然后看的特别高大上 然后我呢就是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别人把这五十以上东西都听不懂的人在说啥 就开完一个会了之后我都不知道别人说的是啥 这个会就结束了就回来了 我懂你 我完全懂你我完全懂你 自曾相识嘛对不对 每个人都经历过 对每个人都经历过 然后那个我跟我老板我老板特别爱跟我聊天 他老公就是因为我就坐在他背后他特别喜欢一转我来就跟我说你干啥这个 然后我从来都他跟我说干啥的时候我从来都在那个就是再给他打一遍 然后再问他说你是不是要让我干这个 其实就是因为他跟我说我都没听懂 然后又再从打一遍怕给干了错了你知道吧 然后我老板就觉得我这人真特别搞笑 但是我本来打字明明我本来坐在背后其实就因为没听懂 然后所以我刚才这个公司其实特别痛苦尤其是第一年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封闭 因为我本来就是就是做翻译 然后我接触的都是在就是亚洲区的同事 我只是白天都在我半天的时间 所以美国本就是做本区域的同事都不太认识我 然后也没有人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是特别傻 然后就你知道就坐在那吧 所以我当时就是抽工作签的时候 我心态特别好 我想说没抽中他好了可以回家了 对你懂我吧 对我记得你当时的那段心态 对你知道我心态 别人都特别那个啥担心 我想说没睡啊 而且我还被轮胎死了 别人要让你补交资料 然后我想说没睡啊 这不过得更好我就立刻回家 我当时就是特别那个啥 八万人回家 然后觉得说啊 自己出来助力曾经回家肯定会好的 结果就那啥 就留下来 留下来就结婚生子 然后之前那两年我都不快乐 就跟我在其他地方工作一样 就是真的不快乐 然后比如说有办公室政治呀 有老板呀 各种各样的因素呀 什么之类的都不快乐 后来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就是你在美国这个身份就闹在这了 你就要换一次工作 如果你在工作签上 你真的是要扒了你的命 你知道吧 你还要再找别的工作在一身前 就导致我不能换工作 不能换工作 就只能在这个公司的身吧 换部门 然后就是一达到提升自己的这个目的 然后我就发现啊 这是第一次因为客观环境 把我死死的压在了这个地方 你被逼的给坚持住了是吧 对你说太好了 就是我想说就是你被逼 我在被逼的给那个坚持下来的时候 第一次体会到了在一个行业深扎下来的 就是意外的惊喜啊 对对对 哎当时你多跟我说说这个 就是你觉得 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其实很常见嘛 就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啊 然后就开始质疑字 然后有的人觉得说要不然就放弃了 就很多人其实都会放弃嘛 那你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体验过放弃 然后你现在也因为就是由于外界元素体验过坚持 你觉得每次你放弃的是为啥放弃呢 然后还就是你放弃的时候 你觉得需要知道一些什么 可以有助于你继续坚持在这个方式 自己刷备 自己刷备 那些人 你得伤了